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李泽华Chris 今天是2020年2月19号 自从英勇和王忠林接任了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以来 武汉市的全城的这个封锁情况变得越来越严格了 小区的居民本来每三天可以出一次门去买菜 但是现在小区实行24小时的封闭管理 谁都不让进出 小区的居民和保安 这个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 只有在这个时段 小区的居民才能够被允许 在小区门口隔着那个铁门买一点菜 而我呢只能是倚仗着 小区门口的这个便利店的里面的盒饭过火了 不过在我发出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离开了这个小区去另想办法 昨天我去了武汉市的青山殡仪馆 因为最近我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些传闻说 武汉的几大殡仪馆呢正在紧急的招人 因为人力非常的紧缺 我想去验证或者说看看到底这个情况是不是真的 而在我去到这个殡仪馆的路上呢还遇到了一起突发事件 有一位中年男子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斑马线上摔倒了 我现在位置是在武汉市的青山区 和平大道 的一个十字路口 然后 刚刚 我在路边就 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有一位 这个中年人 倒在了路上 然后现在有两个志愿者 他们在路边 拦着这个 过往的 车辆 我现在呢也把我的车 横在了路中间 这位中年的 男子 现在身体有点抽搐 然后他是 撑着拐杖出来的 我现在想个办法 哎 你们那个打120了吗 打110 多久了 110 几分钟吧 你们是刚刚发现的是吧 我已经发现了之后就打了110 他也打了 怎么路上这么多车啊 他现在 他现在还有意识吗 他有意识 能跟他说话吗 应该可以说话 哎 师傅 你你怎么了 啊 他打滑了 身体没问题是吧 头有点晕是吗 那你先躺一会 先躺一会 你是摔着了吗 摔着了 呃 您是不是行动不方便 嗯 我本来就是给他传进来 哦 我本来靠着走 您现在腿部不好动是吧 那您怎么躺着比较好 还是要坐起来呀 您需要坐起来吗 我扶您坐起来 你躺一会是吧 好 你想回去是吗 有人照顾您吗 怎么可以联系上他 怎么可以联系上他 您只有他电话吗 不用联系 我自己都给我坐在家聊就可以了 不需要那么麻烦 他说他家就住在这 他家就住在这 然后他是摔倒了 嗯 对 他是说他 对 那我 我觉得要不要 不把他扶到路边 因为真的不要 他说的情况 什么情况 他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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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真的不要 他从哪里 过来到哪里 因为真的这个情况 又是蛮严重 到底什么情况 我们也搞不清楚 万一 动他的话 这 有什么问题 我们也说不清楚 嗯 现在的这个武汉城内的气氛真的很难去讲 人与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很长的猜疑链 这个所谓的猜疑链呢 我相信读过小说三题的朋友应该都不会陌生 就是在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没有办法知道你是不是 前夫妻的疑似病例 我也没有办法知道你是不是以为我是 前夫妻的病例 我也没有办法知道 你是不是以为我以为你是前夫妻的病例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都尽量搁得远远的 本来在平时的这种情况下的话 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打110或者打120 好心人路过应该就会把它搀扶起来 而且现在110和120的这个资源那么的紧缺 所以我当时直接就上去把它给扶起来了 师傅您意识还清醒吗 冷吗 冷不冷 地上冷不冷 要 冷得还好 有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 我这都不需要那么反省 如果你们拿个来 这的耗子把我收走一下 我还能来解释 我可能还收到还有几个鞋 他就是刚摔倒了 现在警务和医疗资源 确实都非常的紧 我们赵烟丝 我们那个 那个 我们整个鞋 进口鞋 他们的 非常实际 要是在压楼 在马上 还是大鞋 正常 右腿能动是吧 好 那我们用右腿上去 怎么回事啊 他自己打了 吸不来 你去塞了 你去塞了 他自己过来 我站了还是去塞了 谁发塞了 我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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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送你 你好,我问一下,那个网上传的那个什么,你网上4000块钱去登岛 什么? 什么招搬运工啊,我听说 没有,我们这边没有招聘 我朋友让我过来问一下,我正好路过这边 招搬运工啊 对,我正好路过这里问一下 招搬运工啊 反正有一个招搬运工啊,你们说有搞的吗 你是搞运工啊,还是干什么 我是帮他们撒胡的 那你就把我账上去 把我账上去 把你电话记一下吧 把我账上去 是清山的吗 还是汉口 清山的,清山的晚上,我的名字是五月 我来给你开一下 不是,我是说是清山的这边,还是汉口的 清山的,是 水水的啊 来,我拍一些号码 记一下号码 1343 1343 728 728 再加微信啊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结果 人员什么,多年轻人还是什么 有年轻人吗 有啊 有多大年轻人 他多少,多大年轻人 一般都是三十多左右 三十多左右 三十多左右 他们是农村奶奶 还是农村奶奶 他们怕怕的 没问题是怕不怕 那 有没有人,有没有取消率 有钱的话我跟你说 你这边能给到多少 13年 一年是12年啊 嗯 嗯 假如说啊 今天一天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没,没,没拖尸体的话 嗯 就一分钟没有 拖尸体 从半岸已经开始了 拖第一句一碗 拖第二句 再加两碗 拖第三句再加两碗 如果拖四句的话 他就要一千六 要一千一碗 不分你 拖四句吧 拖,拖不分你 拖一半句都不 现在是有人在开始干了吗 我已经有,有两碗 有一天在干了 对 一般,那你跟我说说 能一天能拖多少 一般差不多可以拖到 一千块 多少 一千 一千块是吧 嗯 听懂我意思没有 我晓得,我晓得 五百元起步 假如说今天我降了 他五百元开始起步 嗯 那就是两百两百钱 再多一句就两百 多一句就两百 加十一句就多加钱 嗯 大概要多少人呢 他是两个人为一个班的 两个人能班是吧 两个人为一个班 嗯 什么时候开始搞 搞,等我电话 我也是同样介绍过来 我就是,我就是想说搞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好像是钱有多吗 是吧 那这个 那这个 我说给的四不多 我说给的四不多 一天呢 他们可以搞到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我一千块钱还是有点少吧 因为 你不认为这个是 他妈在 搬,搬死人的事情啊 你知道他们工人多少钱 一个月多少钱 他们就是四个人 就买楼 工,他们各工就是 现在是工不应求嘛 现在需求大吧 需求大 但这就降下来了 嗯 就降下来了 我看的价格不是这价格的 我看的价格更高 我看的价格有四千元 有四千元一天 嗯 不可能 我去那区我总 我说 我说 去那区所有的事 在我这 不可能的 你要说四千元肯定 我怎么给啊 从四千元怎么给 我没办法给啊 四千元从哪里来 是从家里来 还是从别人家 我在别人家里 是十六三千五 我怎么能给四千元 一般的话就是 就是整个胎 过跑一点的话就是 差不多一千元 都是是帮着病人的 还是说普通人的 病人一般 这一般 一般这一般 有点危险 但是装备都是我提供的 嗯 有这个防护什么 你都有是吧 都有 烂倒素 嗯 好 还没说 你来说 你还没有 你来说 你还没有 摩擦 我 你 你 没有 你 你 我 你 中文字幕——Y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